中共正在加緊對臺灣的武力威脅 據稱可以利用北斗衛星引導飛彈實施精準打擊 據臺灣媒體報導 來自臺灣軍方的消息說 臺軍有兩大反制手段可以壓制北斗系統 使其無法指引導彈命中目標 中共今年7月底正式啟用北斗衛星系統 8月底在浙江和青海兩地 利用北斗衛星系統導引東風-21D和東風-26導彈 中共當時聲稱發射了兩枚導彈 同時命中南沙群島海域目標 但美國指稱發射了4枚 所以命中率如何 外界仍存有質疑 《蘋果日報》10月7號報導說 在臺海局勢日益緊張的情況下 北斗衛星增加了中共利用中程和遠程導彈 轟炸臺灣重大軍事設施或直接轟炸總統府 進行所謂點穴戰和斬首戰的能力 報導引述臺灣軍方消息說 臺灣有硬殺和軟殺兩種手段可以反制北斗 硬殺是通過戰機配備萬箭彈 飛到空中直接摧毀基地台和控制戰 以降低導彈的精準度 或者利用愛國者導彈或天空導彈進行高空攔截 軟殺則是使用臺灣中科院研發的 衛星導航干擾系統來干擾衛星訊號 使其無法命中目標 臺灣軍事專家李正修表示 中共8月底發射飛彈時 臺灣的長程預警雷達就進行了全程追蹤 目前中國大陸最有可能動用武力的地方 就是臺灣海峽了 所以臺灣必須要提高警覺 這次就有軍方湊漏了 這次他們在試射 青海的東風26飛彈的時候 臺灣的長程預警雷達 馬上就掌握它的飛行軌跡 並且全程追蹤 李正修指出 長程預警雷達系統 由美國協助建置部署 非但有任何發射準備或測試準備時 就可以偵測到 目的是爭取預警時間進行防範 臺灣戰略學會研究員蘇紫雲表示 中共的北斗系統仍有缺陷 美軍GPS的訊號誤差約在10至50公分 北斗衛星系統的誤差則是2.5公尺至10公尺 而且由於芯片的取得受到限制 未來的發展也不樂觀 李正修認為 採用衛星干擾系統的軟殺方法 會比用萬件彈炸毀基地台的成功機率高 蘇紫雲也表示 干擾衛星電波 確實是目前比較常見的反制手段 而所謂的硬殺 藉由反飛彈或快炮摧毀來襲的飛彈 目前只有美國有這個能力 臺灣還不具備 那是可能很後續才有辦法去處理的 美國是有這個能力 但是臺灣中華民國未來如果要有這個能力 可能就是透過雷射系統會比較有這個潛力 的確是可以對在太空中的一些衛星 讓它失去效能的作用 蘇紫雲提到 美國在冷戰時期已發展出先進的反飛行能力 未來也會持續在這方面加強 包括雷射武器系統 目前也取得了相當的成果 應對中共在太空部署的軍用衛星 9月21號 路透社曾報導說 中共即將失去西澳洲一座戰略性太空測控站的使用權 將影響包括北斗衛星系統在內的中國太空能力的擴張 以及在太空中的太空能力的擴張